他叫吴京,个人总票房破200亿 在这次国庆假期后,他将超越沈腾,位列中国电影票房第一人 吴京为中国类型片做出的突破,可以彰显他的影响力 他开创了军事动作片,让中国科幻片绘土重生 让华语电影中的中国式价值观被认可 让主旋律重回主流电影的C位 让烂片横行的理性趋势变成以口碑为主 让中老年人走进了电影院 然而吴京的成名之路并不顺畅,甚至历经坎坷 吴京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武术世家,是满足正白旗 小时候特别调皮,六岁就被父亲送到了北京市体校学习武术 是李廉杰的师弟 在此期间,他曾获得过多枚全国武术大赛冠军 以功夫明星身份出道的吴京 在1997年凭借太极宗师一夜成名 然而自此之后吴京的演艺事业便再无起色 在大陆娱乐圈摸爬滚打数年之后仍一事无成 于是吴京决定南下香港 刚到香港时,吴京满怀期待 然而事与愿违,吴京的演艺事业发展并不顺畅 在这段时间内,吴京往往在影片当中饰演一些杀手反派角色 这些反派角色往往都武功高强 但追踪还是不幸与命 吴京在整整20年里,几乎没有担任过重要影片的男一号 他频繁出现与港台导演拍摄的一些商业片中 甚至连黄金配角都算不上 直到2015年,吴京自导自演了战狼 才让自己小伙了一把 为了拍摄战狼,几乎投入了他全部的积蓄和心血 影片历经了七年的筹备拍摄 作为中国首部当代战争实战大片 战狼拍摄期间,武器装备无论从数量还是型号上完全颠覆以往的制作 采用三万余发子弹 动用国内现役所有直升机进行实战拍摄 而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 有32辆现役坦克同屏出现在电影《战狼》的拍摄场景中 而为了还原电影的真实感官 吴京去特种部队体验了18个月 现在他的微博里还有记录 在特种部队,他和士兵一起训练,艰苦异常,多次受伤 他微博中记载每天早晨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跑5公里 有时候吃的食物就是馒头夹蚯蚓 能吃上一口肉还专门发个微博庆祝一下 特种旅政委称赞 吴京作为一名演员 为了更好的拍战狼,能够花这么多时间,十分敬业 吴京在部队硬生生锻炼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 战狼依上映三天破亿,四天破两亿,七天破三亿 这部电影以5.45亿元票房成为年度话题影片 为吴京接下来拍第二部打下了良好基础 虽然传出吴京未拍战狼2寻找投资四处碰壁 不得不抵押房子等新闻 但他的成功之路不可阻挡的痕迹已经显现 有发行公司在开拍前就给出了保底8亿的承诺 然而人红是非多 当战狼2再次以56.8亿登顶华语营史票房冠军时 非议也多了起来 有时候吴京贩卖爱国主义生意,炒作民族主义 也有人指出吴京一家军飞中国大陆籍 而面对外界的不断飞翼 吴京简单地回答道 我爱国无罪,I'm Chinese 在公开活动 他频频反驳外界对战狼系列的飞翼 打破了流量鲜肉的饭碗 掀翻了烂熟喜剧的饭桌 撕痛了牧羊犬们的脸皮 也就自然会成为这些势力手下们的攻击目标 而事实上13年前 吴京就亲身前往汶川地震救援 和解放军战士以及志愿者们一起战斗 并且从未伸张 风头震盛时才被网友扒出来 2013年雅安地震 吴京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捐助物资的同时还拍下了纪录片《大爱如山》 面对于震 他是第一个主动申请去重灾区发放物资的 2015年天津爆炸事件 吴京谢南夫妇捐出100万善款 汇款单上只写了真心英雄捐款 2018年吴京发起了听见计划 专门设立用来帮助盲龙儿童 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吴京夫妇捐助物资高达5000万元 2020年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综合指数表 吴京排名第一 做到如此地步 吴京也没有买过任何吹嘘自己的热搜 甚至如果不是有人抱着黑他的目的去查 根本就没有人会将这一条条无人关注的善行汇集起来 这才翻出了他的一颗大爱的心 如今距离第一部《战狼善运》已经过去6年 毫不夸张地说 战狼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 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使他受到了官方的青睐 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的超级英雄 树立了主流影片创作新的标杆 就如吴京所说 坚持下来 总有一天这些精力会是你的财富 而吴京整整坚持了20年 这样的他怎能不成功呢 感谢观看